他放音乐的话叫你放松 但是你的身体会告诉他说 没有 你的右手完全封锦 完全没有放松 所以他就会让你练习 他也告诉你说 你现在右手是紧张的 那你慢慢慢慢去练习 还有一些就是测你 有没有那种呼吸道的异常 等等等等 先把旁边的问题都剥掉了 这旁边的问题都不存在 那有可能你还是精神疾病方面的问题 有可能 有可能你是旁边的问题 就会解决掉了这样 所以这就是精神方面的问题 所以他其实就是 他所谓的治疗 他就是找出源头 然后去治疗 而且要去教你 教你去放松 教你去练习这样 不是随便买药来吃 对 其实我觉得很多的精神疾病的患者 他吃了药之后 他其实会发胖 发胖的时候会 人家的脊责 会造成他更大的忧郁 对 这就是我们也是 很希望大家可以知道说 因为现在药没有那么理想 可是我们又非吃药不可 我们是两害相权 取其心 如果我不服药 我因为各种的混乱 让我没有办法实现我人生的梦想 我什么事都不能做 那我的人生就没有价值 但是我服药以后 我可以重新来学习 重新来发挥我人生的价值 可是那个药却有很多的护肤 包括可能比较僵硬 行动比较慢 不只能叫慢慢的 你的动作可能比较慢 然后因为现在的药可以让一些护肤都变少 但是却都有比较容易发胖的问题 那所以我们就要 同时要希望提供一些别的资源 带大家运动 去研究运动 创造一种大家都愿意运动的这种氛围 那除此之外就是 就是要让大家能够 不要去 就是怎么样去练习去处理药的副作用 所以我是不得已而吃 但是我可以知道说 我怎么样 当我这个副作用出现的时候 我可不可以用什么话 比方说这是心筋解压 很多人吃药之后 他就很容易就跌倒 对 那你知道知道当你服药之后 比方说我们在店里面 常常要塌东西 忽上忽下 拿筋块 一下高一下筋 那我们就要不断提醒我们的前心说 慢慢起来 慢慢蹲下去 慢慢站起来 慢慢蹲下去 慢慢站起来 因为就避免他们要副作用 就是副性质解压 让他不会去跌倒 或者是 就是整个脑袋非常这样的不舒服 所以其实 很多的精神障碍的朋友 在附近的过程中 真的都需要我们的支持 而且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 我们周遭的那个义工 那帮忙的人却很少 所以今天呢 我们又要求到我们的这个 新商店的志工陈姐 来加入我们的这个聊天的行列 陈姐好 你好 各位朋友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陈姐现在是在帮忙精神障碍的朋友 来这边当志工 那你怎么会想要加进来 我知道你之前是在持继对不对 来当志工 那你怎么会想到说 在这边呢 那就是因为 我之前我有接触过 所以我知道这一块真的是需要帮助 所以我就过了 我就进来了 实际有说到实际少一个也没关系 可是这边多一个客人 却可以帮忙很多 对 其实在新商店是 新商店是什么呢 新商店 我们新朋友的店 就是由社工领单 然后帮带着我们精神盘来的点心朋友们 一起在那边工作 是餐厅嘛 对有餐饮店 那我们甜心在做饮料 可以做送餐服务等等 那陈姐姐他们就帮忙 对我们是在后面 我们在厨房做厨房煮的工作 那做安排什么 就有那个 就是甜心他们会去做这方面 事前的切菜 粉类的工作 甜心他们做得很好 那后的清洁工作 他们也做得很好 你们说甜心甜心 甜心是 我们称之后的精神疾病患者为甜心 但是我们协会主要服务的是 比较重大疾病这一块 那我们因为 说到疾病以上 我们的精神分裂症会造育症 很多时候 我们的患者在建立 近视感的过程是很残酷的 就要被接受说 我好像 我就是一个疾病的污名化 大家就是一个恐怖的病 那甚至于说 因为现在的机会 比较麻烦就是说 他没有办法让当事人 说得出来我哪里不舒服 我今天如果腰痛 我腰痛得不行 可是今天因为没办法 让你说出来 我为什么做不到这件事情 他在这个过程里面 就会不断地打压他的信心 那不行 你没有梦想了 你不能再做以前的事情 就整个建立这次感的过程 就是不断地压迫 就是打碎他的信心 那等到大家已经知道自己身体了 我们怎么要让他再恢复信心 因为其实我们有了治疗 我们可以重新再慢慢学 那所以我们叫一个好心的名字 希望可以帮助大家恢复信心 所以我们就叫甜心 tree heart tree heart 对我们的精神 那就我们就听他 声呼他们是甜心 其实我觉得一个家属要知道自己的小害制 一定是有精神方面疾病 其实是很大的打局 要多久的时间才能够 我想我觉得其实还要讲到 就是说各位观众朋友 要能够体谅一下 因为毛姐她戴着眼镜 戴着帽子 因为她今天很有勇气来跟大家分享 然后也希望能够帮助更多人 但是一回家后 她要面对亲朋好友 她周遭着知识 渐点跟指责 即使她有再大的勇气 要来帮助大家 可是我们的一句指责 我们的一句的这个指点 其实都是伤害一个家庭很大的面对 是 其实因为精神疾病 精神是一个跟她不了解的病 就变成害怕 然后排斥 然后不跟她接触 那我们很希望 其实她就是一个病 所以我们希望有一天 我们可以讲精神疾病 就可以跟你讲糖尿病 或者就讲高血压一样自然 就为什么我们讲到精神疾病的时候 我们就一定 必须要 担心人家的异样眼 我们这就是一个很大的污名 那今天是不得已 但是我们希望有一天 可以漫步到说 她就是一个病啊 为什么要 其他病可以谈 为什么你精神疾病就不能谈 所以我们希望有这样的一天 我可以聊聊这个 陈建 你在这个复合商店里面 跟大家在工作的时候 你有没有什么样的感想或心得 因为我们一般人都很少接触精神疾病 所以你在接触的时候 最大的冲击还是最大的感动是什么 我是觉得 其实精神疾病 并不是像外表看着说 像我们一报导 就是一些负面 很负面的 其实他们如果说服药的话 其实他们跟一般人是一样 而且他们是非常贴心 他们会 比如说会跟你 聊得很好 对 然后会 也会听你讲 这样子 会讲说 就是阿姨 陈阿姨你怎么样怎么样 会这样跟你聊 我这个弄好了 我那个弄好了 这样子 反而觉得他们是很单纯 很容易消失的 其实 你只要给他们机会 然后只要他们好好的医药 其实他们不是危险的 真的不危险 会不会好的 就是 因为这边告诉我们 就是在统计上 有四分之一的人 假如以精神分裂症来讲 有四分之一的人 他在直性体路忙治疗 还有痊愈 其实痊愈就是说 中生就没有六期 那但是有四分之三的人 可能他就会 就是慢性化 他就是一个慢性病的病人 但是我们 其实care的 并不是说 他是不是好或不好 就是即便是完全的痊愈 而是说 我有了这个病 可是我在这个病里面 我还是一个人 我还是有人的醒来 我还是有我的梦想 我还是有我的学习能力 我还是有我的社交圈 所以我们在21世纪面对的是说 我们可以治疗这个疾病 我们可以给这个病人支持 或者就像说障碍者 大家需要辅助 需要人意 或者是需要拐杖 或者说需要做听器 那我们希望给精神障碍者 就是人的帮助 还有一个好的环境 友善的环境的帮助 让他也可以有他的梦想 实现他的未来 那这个才是我们21世纪 对于病人的一个 就是比较正确的观念 其实我们一般人 真的啦 说真的 我想陈姐应该也是 在接触的时候 真的不知道要怎么帮忙 我到底 比如说他一直听到 不同的声音 还是他觉得有人 要来伤害他 那我要怎么帮忙 我应该是怎么帮忙他 其实在我们店里 我们感受到的 有几个东西 第一个就是说 我们是诚心的 然后我们可以轻轻 他遇到了什么事情 那另外一句 我们店里要创造一种说 他可以说得出来 他可以让你看到 他不会 或做不到 这是一个友善的环境 我愿意教他 而不是说 他做不到 我马上给他一个负面的 你怎么这么懒做 你怎么就不愿意做的事情 所以要有一个 友善的环境 然后让他们 可以慢慢的 做这件事情 这就是一个 外人可以给的帮忙 他有一种 比方说 稍微认识患者 他有时候 或者比较是 情感性 际际病的人 他有时候 情绪会很高 虽然有些时候 他可能会骂你 弄得很凶 或者怎么样 但是呢 我们不要去 check这个东西 所以你不要接这个招 你要知道说 他在这个时候 可能有点真不由己 但是 他在这个时候 有点真不由己